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的公司广告费的花费也是有计划的 他一年总共比如说500万 然后春天花多少 夏天花多少 秋天花多少 冬天花多少 每个季节里头会有重大的事项 比如说节日 还有学生返校的季节等等 重中之重的是什么 当然是圣诞节和新年 这段时间是整个广告花费的最重要的时间 那么大的公司的这广告费有一个特点 你到年底不花掉就没了 这个大公司的广告部门它每年有预算 如果你这个预算是比如说1000万 到年底31号你要是没花掉的话 这个钱就会被公司收走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也就是说你去年这个广告的预算是怎么做的 居然年底都花不掉 明年可能就更少了 对吧 所以这些部门的预算怎么样 它都要往死里头把它全花掉 在圣诞节出销或者新年出销的 它全把它花掉 所以大家明显的感觉到 12月份的广告收入是不是有所增加 那么1月份当然 新年完了很多老外的这些公司 这个时候就度假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个购物的淡季 是另外一个旺季 旺季是什么 是退货的旺季 所以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 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广告总量的下降 包括你电子邮件里面的 垃圾邮件的数量都会减少 还有你信箱里头收到的那种 印刷广告的数量也会减少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这是整个的大环境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频道的数据 正如小方所观察到的一样 1月份的流量观看数 并不会显著的下降 因为看视频的人还在 虽然整个的广告的投放量会下降 这就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观看数稳定 甚至还有上升 然后赚钱下降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CPM 千次观看量所赚得的广告收入在下降 这个原因是因为 整体的广告的总量的投放的下降 导致每1000次的观看里头 显示的广告的总数的下降 比如说原来你的频道 每个月有13万次的广告显示 在这13万次广告显示当中 有10万次是有效广告播放 就是能赚到钱的 那么到了1月份的时候 由于总广告的投入量的下降 导致你这个频道可能只有10万次的广告显示 在10万次当中 说不定只有75000到8万次的有效广告观看 所以虽然你的整个的观看量上升了 但是你的有效广告的观看次数下降了 就会导致你的整个频道的CPM下降 那么反映在你这一个月赚的钱 就会比上一个月明显减少 减少多少呢 根据我的经验和我看到的大量的数据 1月份相比12月份会下降1 3分之1到1 4分之1 多的能多到1 2分之1这样子的幅度 所以大家做频道 做网站时间长了的话 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收入的季节性变化 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一定要努力开拓 广告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 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讲YouTube给我们提供的其他的赚钱方法 我多次讲过一个有IP的频道 它的YouTube的广告收入 绝对不应该超过它频道总收入的10% 只有这样子你的商业模型或者是盈利方式 才是健康的 才是可持续的能够经得起风浪的 如果你的频道只靠YouTube的广告收入的话 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就像这一次的儿童频道的获利政策的调整 更不要讲一个频道可能遭受的恶意攻击 或者是潜在的法律版权等等各方面的风险 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 要从商业模式上面进行全面的思考 从长计议 好了 小方的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